MING PAO CANADA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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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將介紹 FIR經格架構 計算一個Part之後 我們這個單元 這個Part我們要介紹 如何 實際來操作計算 我們的 磷波西的係數 跟我們經格架構的係數 怎樣來轉換 我們會給幾個簡單的例子 讓同學來做做看 看怎麼樣來做個轉換 那我們先來看下去 FIR 金格架構基本的想法 我們是想 我們剛剛看到說 它的上面那條路 就可以來實現我們的一個 濾波器的 一個數學式子 那我們下面那條路 金格架構下面那條路 基本上叫G G基本上它也是有一個數學式子 這兩個數學式子它這邊有一個 α跟β的係數 那我們剛才看到了 基本上F跟G 它們基本上它們的係數成 顛倒的形式 顛順序顛倒的形式 也就是說我的β 跟α 基本上它怎麼樣 順序顛倒 那我們來看 如果金格架構上面那條路 如果我們把它做Z轉換 就是說它Fm 它是怎麼樣 我們系統的 Z transfer function 乘上我們的輸入 也就是說我們上面那條路 上面那條路F 這條路它的系統 A M 它的Z轉換是怎麼樣 F出上X 輸出出上輸入 也就是說 輸入這個S就是F0 因為我們知道 金格架構它的輸入 就是直接 灌到F0跟G0裡面 同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圖 我們輸入就是直接到F0 所以看到 S就是FZ F0 最後的輸出就是Y 所以整個系統的Transfer function 就是我們講的Forward Forward的預測 我們寫成A M of Z 所以從這邊輸入 最後從這邊輸出 這整個系統的Transfer function 我們叫做A M 那同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來看下面那條路 下面那條路 它的Transfer function 是什麼呢 誰說G 就這個東西 輸出 Beta是什麼 就是整個系統 那X一樣是輸入 它是從G0輸入 也就是說 我這個X換成G0 那 這是輸出嘛 GM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系統 如果是走下面這條路 輸出的話 整個系統 我們叫做 B 上面這條路 Forward 叫做A 下面叫做B B M of Z 分別有兩個Transfer function 從這個圖中 我們看到有兩個Transfer function 接下來 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剛才說 這個Beta跟Alpha 它的係數 是相反 顛倒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的Z轉換 也就是說 它可以寫這個數學式子 寫這個數學式子 基本上 我們Beta的方式 跟它的BK 基本上是用這個Alpha來替換 因為它代表它順序顛倒 這邊做一個變數的變換 可以對我推導到說 我的Beta of Z 基本上是這個 是不是 所以Beta of Z跟B of Z 跟A of Z 基本上怎麼樣 從Z轉換它的數學式子來看 它基本上怎麼樣 它係數顛倒 你看 因為這個係數顛倒 Alpha跟Beta的係數顛倒 所以你看到 Bz跟A Az 它的 Z轉換的數學式子 它的係數也會顛倒 因為我們知道說 B它基本上係數怎麼樣 把A換成Z-1 然後最後要乘上一個Z的負面次方 所以看到說 B跟A 基本上係數也是會成顛倒的 好 所以這邊注意 A跟B 它係數會顛倒 知道這樣的想法之後 我們就可以等一下來計算 如何用 這個 計算說 K Reflection Coefficient 跟FR系數之間的轉換 好 那我們知道說 這是原本的式子嘛 好 Title面我們可以這樣寫 接下來 我們經過Z轉換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很直接的 把它寫成Z轉換的形式 接下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 A跟B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我們在這個數學式子的時候 我們做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把它的X 全都除掉 X 除掉 一除掉之後 怎麼樣 就把輸入除掉 我們就可以得到系統的 公式 這都是輸出嘛 我們把它的 input 除掉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整個系統 系統的 數學式子變這樣 我的AM 等於AM-1 加上這東西 唯一跟上面的數學式子差 就是說 我們原本的系統是輸出 的Z轉換 那我們現在把 S of Z 除掉 就變成A跟B的數學式子 記住這邊 A0跟B0分別是1 因為A0跟B0就是 S of Z 所以 變成A0跟B0都是1 好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 式子 我們寫成矩陣的方式 好 這式子我們可以寫成一個 矩陣的表示方式 我想非常直接 接下來我們來舉個例子 如何從 金格的 這個 reflection coefficient 來直接轉換到我們 FIR 綠波器 α的系數 怎麼樣做一個轉換 好 那我們想知道說 如何從金格反射系數 轉成直接架構的系數 就從 K轉成α 那怎麼來做呢 首先 我們提到一個觀念 我們知道 我們剛才上一頁知道說 A0 of Z 跟B0 of Z Z等於1 在利用三個數學式子 它這樣的一個 系統方式的 的關係 也就是說 AM等於AM-1 加Km 乘上Z-1 BM-1 這樣的關係式子 我們來計算 計算什麼 計算α 也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要計算 如果三階 的α 係數 我們要算什麼 我們就要算 A3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計算 如果我們知道 這個 FIR係數 如果是三階的話 是否 我們就要計算 A3 再把A3的數學式子 所有的係數 提出來 就是怎麼樣 就是α 那怎麼樣計算A3呢 就是利用這式子 我們知道A0 跟B0 我們就可以從A0 B0計算 A1 對不對 從A1就可以計算 A2 一直類推 推到我們A3 那A3所有的係數 就是α的係數 它的觀念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這邊例子 你們來看 它的係數就是直接 就是直接架構的係數 好 那我們來看 以這個例子 假設我們有四個 有三個 Reflection Coefficient的係數 K1到K3 那怎麼透過這些係數 轉成α的係數呢 好 所以我們知道到K3 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求A3 對不對 那A3所有的 A3 of Z 那A3 of Z 所有的係數 就是α的係數 那怎麼求A3 當然要從A0開始算 好 所以A0 帶進去來算A1 所以A0加K1乘上Z的負益次方 乘上B0 因為我們知道 A0 我們也知道B0 個別是1 好 這K1我們知道係數 所以我們可以算A1 對不對 A1很快算出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要算A2 算A2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A2必須怎麼樣 利用B1 那B1跟A1怎麼關係 就是係數顛倒 也就是說 它的係數 這個1跟4分之1怎麼樣 跟這個係數 4分之1 1怎麼樣 顛倒 顛倒的概念 顛倒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A2怎麼樣 就是用A1 怎麼樣 A2跟B1 我們剛才上頁知道A1跟B1 因為B1的係數 就是A1係數 顛倒 所以 K2也是題目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們A2 怎麼樣 就可以算 就用這個數學式去算 算出這個答案 還沒完 因為我們是 三接 所以我們要算到A3 好 那A3怎麼辦呢 A3最後怎麼樣 利用A2跟B2 B2怎麼樣 就是A2的係數 的顛倒 看到沒有 這邊係數 顛倒 有沒有 跟這個係數 順序顛倒 所以 A2 B2 我們就可以算A3 A3最後算出來 是這個答案 也就是說它前面的係數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α的係數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 reflection coefficient 直接轉成 直接架構的係數 這就是我們 如何 用這樣經格方式來實現 看到這邊係數直接 提過來 就是我們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何從α 轉回K 那剛好相反 那從α怎麼轉成K 它的觀念是怎麼樣 我們 Am of Z的最高係數 就是Km 所以我們剛才推導前面說 假設我們要從α 去算K的話 那我們勢必說 如果我們要算 每一個α 我們就是怎樣 我們要算每個K 我們就要把不同的 不同的α 算出來 所以 Am的係數最高就是Km 所以 A3 of Z 的最高係數 就是K3 那A2 of Z 的最高係數 所謂最高係數 就是Z的-3次方 這最高係數 Z的-2次方 對不對 把每一個 最高係數拿出來 就是Km 這樣的概念 好 再利用什麼關係 利用這關係式 我們知道這之前的關係 Am跟 Am-1的關係 記住 這邊這個式子 Z-1乘上 Bm-1 這邊我們做個變化 原本是這個我們知道 這邊Z-1乘上 B-1 這東西我們知道 這東西等於什麼 Bm-Km-Am-1 把這移過去 所以把這項換掉 用什麼 Bm-Km-Am-1 換掉之後 有沒有 這項用這個換掉 為什麼 因為這邊來的 這個等於什麼 它-它換掉 所以這式子 這個造鈔嘛 對不對 經過整理之後發現到說 我們是有 Am-1 好 這邊 有Am 有Am-1 有 有什麼 Bm 有 所以可以整理出來 怎樣 Am-1可以用什麼 Am跟 Bm來算 以及什麼 K 好 所以 我們如何從α去算K 就是說 我們為了知道說 Am的最高係數就是 就是K 所以我們必須從怎麼樣 Am去計算 Am-1 把每一個接的 Am算出來 然後把它最高係數提出來 就是我們的K 那至於說怎麼從 Am降接到 Am-1 就是利用的關係 這關係是什麼樣 利用 這個什麼 Am跟Bm去算 我的 Am-1 好 所以 我們來看 接下來呢 同樣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剛才的題目 只是說我們現在 給你 A3的係數 如何去算K 所以一開始我們知道 我們的K3 就是什麼 A3的係數 最高係數 就是什麼 三分之一 所以K3就是三分之一 很快得到 那至於說我們怎麼算K2 就是要算A2 那A2怎麼樣 就是用A3 跟B3去算 好 所以我們A2怎麼樣 就是用A3 跟B3去算 那K3當然知道 題目給的嘛 題目之前這個三分之一算出來 得到怎麼樣 這是A2 那A2的最高係數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K2 好 技術這邊B3跟A3 B3就是A3的什麼 係數顛倒 好 所以A2怎麼樣 K2就是二分之一 最後 我們來算 A1 A1一樣帶係數 得到怎麼樣 四分之一 就是什麼 K1 就是這麼簡單 各位同學 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介紹兩個例子 一個是從 如何從 reflection coefficient 直接算 直接 直接的係數 FIR 直接的係數 另外例子是如何從 直接的係數來算 reflection coefficient 的係數 透過這樣的例子 我相信各位同學 一定更清楚的知道 如何來做這樣的轉換 也可以用 金隔結構來設計 我們這個濾波器 好 在下個單元當中 我們會看 如果這個系統 不是只有 FIR 或是萬一它是IR的話怎麼辦 因為FIR 我們知道它是 全都是零點 那如果是IR的話 它可能是有幾點 那怎麼來設計呢 我們來看下個part